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看,歡迎來到我喜歡的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全新洛克人合作 禮包到底要怎麼買才會比較好喔 其實這個閃人包,如果說你是小課玩家 甚至到無課玩家,這次禮包我都不建議大家去買 原因來自於這次的所有素材 其實都可以透過遊戲的免費方式來獲得喔 只是如果說你想要加速練一些卡片啦 那可能在這邊禮包你可以快速的把卡片給練好 就這樣而已 好那這次禮包呢,主要你可以在裡面 獲得比較重要的素材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這次的武裝龍科衣冠 第二個就是練技能小怪小海兵 第三個是這次一%大獎所需要的淨化素材 雞之魂寵 那有這三個你可以依照不一樣的禮包去買喔 但我建議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用最高CP值去買禮包的話 第一個建議是買這個衣冠入手禮包 因為現在衣冠的免費入手禮包是非常的少喔 那剛好你買這個禮包是可以獲得七粒一套的衣冠 所以每個形態的龍科你都可以去擁有 好那這第一個推薦大家 第二個推薦大家的話是這個 有一個異轉素材 這隻雞之魂寵的禮包 它叫做百步穿羊禮包 那這個禮包 你買一個就會 裡面就有附三個的雞之魂寵喔 那就可以直接進化 一轉一隻一%大獎 那其實買一包就夠了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進化的話 但其實雞之魂寵 我們跟大家提醒一下 現在看似是只有公會洞裡面 公會洞裡面有這個免費的能夠獲得 雖然說代價有點大 需要八十顆鑰匙喔 但是這個關卡呢 是可以常駐開啟的 它到合作結束 甚至都可以繼續開 你看上一次EVA合作的 異轉素材到現在也開著就知道了 所以事實上這個如果你不急的進化的話 它這個你合作結束再慢慢去進化也是沒問題的 再來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通常以上次EVA合作來看的話 接下來還有很多週 洛克人合作的一些活動 那其實都會送這種免費的 異轉素材 所以大家再等一些時間 其實就可以異轉好這次新的一%大獎 所以其實這個禮包 除非真的是今天太想要在 前期第一週就直接玩到進化後的強度 不然這個禮包也是沒有必要買的喔 那第三個是最沒有必要買的禮包 也就是關於煉技能小怪的禮包 那目前煉技能小怪有幾個方式可以免費入手的 第一個免費入手的方式呢 是在於行商要塞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用金幣去買到60個小矮兵 在這裡商品購買一點進來 然後這邊有60個小矮兵可以去買 然後我已經買光了喔 然後這個第一個入手的免費方式 第二個的話則是雙周副本 雙周副本都會掉 像是我們這個全新開放的雪原的皇帝 其中你就可以發現到它掉落的小怪有小矮兵 這邊都可以去刷這個練技能小怪 所以這個其實你透過你的刷 刷一些免費的關卡其實就有辦法拿到了 所以並不需要急著去買 但如果說你是遊王想要練複製人的話 那禮包如果你要買那個練技能小怪的禮包推薦 順序是這樣 第一個先把領航員禮包給買好 這個是CP值最高的小矮兵買法 然後第二個的話你可以買一個叫 傭兵禮包 這裡面你買一個的話就有20個小矮兵 他的CP值效率也是比較高的 那最後你這兩個禮包都買光了 那你可以再買一個 叫做小矮兵禮包 裡面售價150塊台幣賣的 給你24隻小矮兵 那就可以直接練滿一張 十抽卡片的技能等級了 那這邊也提醒大家 無論是十抽八張哪一張 一趴大獎也是二獎也是 吃一張你只需要24張小矮兵 就可以練滿技了 就不要多吃了這樣子 好這大概是禮包所有 為大家分析的樣貌 那最後來補充一下 這個剛才所提到的衣冠的入手方式 那目前所釋出的免費入手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是你把十抽卡片 練到全部都雙滿 像是十抽卡片有包含一趴大獎 埃克斯跟捷洛 然後剩下的小獎也全部都練到昇華滿 注意是昇華喔 昇華滿 他就會送你一張 這個武裝龍科的自選券 這是第一個入手方式 那第二個方式是 這個賓狗 你可以點畫面左下方的這個領航員 那你解這個活動合作賓狗的初級 這個全部解完 右下角就可以送你一個衣冠龍蚊 所以事實上目前有這兩個免費的入手方式 那依照上一個AVA改版來看的話 其實在期後應該會有更多免費入手的方式 所以其實這個禮包也不一定要買 不過這個禮包買的是會比較全套的 你就一定是每一個模式都可以玩得到這樣子 所以才會推薦大家 如果說真的要克金的話 這個衣冠是最值得克的 其他其實都不太 真的很需要克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的想法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讓你開箱按鈕 訂閱按鈕以及按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訂閱我的鈴鐺 我是阿里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